字腐通的有機可乘 Hello 大家好 來到字腐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上星期我和同一位朋友 很有心地做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令到商界、NGO和一些首重 可以連繫在一起 除了做這些之外 我還要做很多的拆彈工作 因為她身負重任就是公關一姐 所以真的要有很多張刀 還要將一張刀來 就是了 我好朋友人美心善 溫仙眼、Fiona 在這個新世界是公關一姐 剛才Apple也說了拆彈 真的我們上星期也說了很多 包括你們如何吸使 在一個最關鍵的時刻 就要劃下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無論是遇到突如其來的危機處理 又或者黑下疫情 你們真的想推出一個平台去幫人 都是要快又要準 但是時間也要掌握得很好 不過在你公關工作的生涯這麼多年 拆彈都無數的 因為永遠都會遇到新的問題 突然間某一個發展項目出了問題 你又要把所有東西推倒重來 又要再說過做過 但是這麼多次以來 真的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沒有哪次你真的覺得 嘩 瞇瞇在目 代表作真是算是這樣 就做得很好 又或者有沒有一些 你真的會覺得 當時始終經驗差一點 又或者如果讓我再做多一次 可能會有機會做得更好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和我們分享 其實拆彈真的沒有太多人喜歡拆彈 簡直不用拆彈是嗎 沒錯 因為每一次我最怕是甚麼呢 就是當風平浪靜的時候 就永遠危機所復 每一次就是當你以為沒有東西 誰知突如其來就會收到電話 所以特別是放假的時候 這些空靈就會出現 突然間有危機 那你的工作都很大壓力 放假都報風與前夕 很幸運我們不是真的有很多彈 但我想大企業總是會遇到 這些不同形式的危機 一定是你的業務很多 你亦都應該遇到不少 所以拆彈就沒有一定是成功或失敗 因為每一次拆彈 你總是有一些東西要學回來 第一就是你要學會 你永遠都有一些地方 你會覺得做得更好 例如為何你這個彈 你沒有預視得更好 為何那些位置你預視不到 還有為何是否想不夠全面 總有很多這些形式 所以其實每一次都有很好的學習 很好的經驗 但反而對於我來說 比較印象深刻一些 就是拆一些比較要長時間的彈 例如是甚麼呢 譬如我們之前做黃都戲院的展覽 當然很幸運 很快就歡迎 但表面上一個不會是危機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 其實在我看這件事時 都會用於危機的角度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你做一個大型的展覽 講開地標的歷史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會預計到有很多問題 包括那時疫情 可能有很多人流 第二就是來到一個 這麼多年塵封的老地方 一定有很多奇形怪獸的東西出現 例如會漏水 例如會不會在那裏有些什麼 蛇蟲鼠藝 很多很多這樣的形式 為何可以令到所有東西 很安然度過 全部都要像偵探頭腦那樣 事前都想出來 所以每一天 你都會在思考自己有沒有做得不對 或者做得漏了 而不斷去改善 不斷去改進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拆彈 又或者是危機處理 或者是令到公司的品牌做得更加好的 一個這樣的訓練 剛才聽Fiona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不只要做 所謂的企業傳訊部門才認識這個技巧 其實做人都應該要有這個技巧 即是說其實任何時間 我們都要未雨籌茂 因為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暴風雨會突如其來來臨 所以其實每一刻都應該思考 究竟在現在這一刻 很風平浪靜 但會不會突如其來又有個暴風來臨呢 這個就是你一個可以說是 那麼久以來的經驗之談 但剛才你也說了 譬如說一個本來是很正面 展示一些舊的香港文化 一個戲院的項目 都會想到一些雞蛋裡 都找到一些可能有機會潛在的危機 又沒有試過有一次 可能你入行之初 不會是現在 就真的可能就是錯失了 而可能就是令到那個所謂的拆彈 沒有拆得那麼厚效果 有沒有一些這樣的經歷 又後來又怎樣補救呢 因為每一刻都變緊 沒錯 有些可能是我小時候 就像你所說 很多事情是忽視了 完全不知道那件事 原來已經是可能性變成危機 不記得了可能要處理 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些就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你永遠都要記住 其實你所有很微細的地方 你都要很小心 因為可能很微細的地方 正正就有機會就是 它潛伏著危機的所在 所以就要很小心 看看如何去處理 除了就是拆彈之外 另一個重任 我想就是幫公司 去塑造一個更加理想的品牌形象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去到新一代的時候 很有活力 還有就是給人的感覺 亦都很豐然一身 剛才你也提過 跟老闆的溝通 或者是他的做事方式 是很喜歡一些新的元素 會不會說其實 當你們去想 怎樣繼續去 將企業的品牌形象 去推廣給大家的時候 都有很多碰撞 都在想 新其實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新正正的市場 可能沒見過的 大家覺得傳統 可能地產發展商 應該是這樣的 當你們有一些新的時候 有沒有出現過曾經的一些衝擊呢 我想可能最大的 所謂的創新的地方 就是怎樣可以 你現在在現有的平台那裡 不斷地去破舊立新 這個是最困難的 很幸運 我們公司的企業文化 其實就很鼓勵 大家好像一個企業家 一個創業家那樣 譬如我是做公關 但其實你看我們 都不只是做公關 平時一般的做法 例如我們可能在危機的時候 即是疫情 我們即是做口罩 記得當時我們跟團隊 得到管理層的支持之後 我們跟團隊和另一個部門 一起深入去不同的地方 找那些口罩材料 口罩機 找那些所謂的clean room 去做口罩 那時是農曆新年 我們已經開始去做這件事 這個真的是你們做得最早的 那時是兩年前 剛開始香港出現疫情 其實都未說很爆發 你們已經在做這件事 我們即時由本來是做起企業傳訊 另一個部門可能是做建築 我們立即就轉型 變成做口罩生產 由去找物料 各方面就真的投入去做這件事 直到口罩出生之後 又再想想有甚麼創新方法派發 做了口罩機出來 派口罩給基層 不斷就要在我們現有的平台 但好處是甚麼呢 正正因為公司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態圈 我們可以集合不同的力量 一層去做得好做得大 所以這件事就是你的創新 最關鍵的關鍵點 在於你怎樣把握時機 就算是危機之中 你都可以turn around 變成一個機遇 這個真是被你們演活了出來 因為亦都好像你這樣說 始終你的公司本身 真是業務很多元化 亦都很多的平台 可以簡單點一句 有所謂的協同效應 所以就真的又做多了一個 變了慢慢又變成一盤生意 但最初其實真的 心裡是想幫人製造口罩 到現在各式各樣 美來美換 不同的設計 我最近有一個藍色彩幻色 那個顏色我就特別喜歡 不過Fiona也說到 其實身在這間公司裏面 其實個個都好像企業家 這個會不會是一種新的 吸引到大家的工作模式呢 過往不要說是否政府機構 很多時候你進入一間企業 去到某一個部門 其實很多東西都已經有一個規張 山頭的文化 很多啦 總之大家覺得發揮有限 或者可能你需要時間的 累積了工作經驗 才一步一步上 才做到自己 開始讓你想想 但在你們的工作生態裏面 就應該不存在這件事 每人都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去一起量度一些新的東西 甚至乎好像真的 就是你所說的 平台也好 口罩也好 都好像成為了一個新的商業 是呀 因為我們很鼓勵 第一 我們整間公司都很清楚 甚麼叫做Creating Shared Value 即是說 這個東西是入了我們的DNA 就是大家覺得 你做商業運作也好 都可以幫社會中毒 這個大家都相信 只要我們每個部門都會鼓勵 你從這個方向去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不只是做你自己本業的東西 在本業以外 很多東西你做的東西都可以變成幫到社會 那怎樣可以一起去做呢 所以我們很鼓勵大家都像創業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就在這樣的文化之下 我們有很大的空間 在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變了每一次隨著社會的變化 例如可能去年 大家都很關注 即一直都很關注房屋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房屋的社企 專門針對做房屋的問題 就想了一些新的方法 去怎樣去做一些私人發展商 可以做到的叫做subsidize housing的工作 那這一類都是我們去想出來 亦都是正正是因應社會的變化 希望可以做多些這方面的工作 正正是這個怎樣開創共贏的價值觀 更加是擴展到更加多不同的 受惠的基層去到房屋的問題 這個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稍後回來再請Fiona講解 繼續回來自普通有機可乘 Fiona剛才也講到 其實真的有很多時候都因應社會的變化 其實你們身在公司裏面的崗位 不要管自己在做甚麼 但你覺得在自己的一個職位之上也好 或者在你的認識當中也好 想到一些新招出來是幫助到社會 就可以去做這件事 剛才說的一些資助房屋計劃 甚至乎上星期看的 一些就是平台的配對計劃等等 捐贈的很多都實現到一個 就真是幫到最緊急 或者是最有需要的那班人 就是我們所說真是很落島去 就不是說經過了幾層之後 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有些事情 但想問一下Fiona 其實你們本身自己的角色 可能是在做企業傳訊 可能是在做建築 做很多不同的事 你們的專長來的 但怎樣搖身一變 成為了一個創業家 一個企業家去發展另一件事 我覺得有點像 slash一族 你每一件事都可以讓你去試 這一個新的工作模式 我覺得很有趣 不禁要幫你的下屬問個問題 老闆當然明白 很有創意 很有實幹的企業家 很有藝術細胞 你當然也一樣是一氣呵成都是這樣做 但可能有些剛剛畢業 初出茅廬小火子 她覺得 我做甚麼好話 姐姐你這麼多事做的 我以為是做企業傳訊 現在外戶送有關我的事 又要搞一些NGO 又要聯繫 很多個接口單位 現在又說要居家工作 又不知道怎樣聯繫 怎樣令到整間公司的企業文化 或者眾志誠誠上上下下都是同一條心 同一個方向去做事 你又怎樣去教導你的下屬 或者部門其他同事 其實我想說 很有趣的 現在即是新的世代 所謂 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調查 其實他們現在越來越 怎樣去選一間公司 選一間品牌 除了名字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你背後有沒有社會價值觀 你的價值觀和他們自己相信的價值觀 或者社會價值觀是否相近 例如他們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說的就是ESG Dicky你也很熟 是不敢通 其實到現在都是說的 很多商界都是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 現在分一代 都是希望一間公司很支持ESG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很幸運 因為我們請人回來的時候 或者我們的同事團隊 其實大家都有同一種信念 所以當你那件事 是跟我們公司的理念 跟社會理念很結合的時候 大家不要說嫌 那件事是做得多 反而大家更加分身做 就像譬如我們平台那樣 其實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初期 其實我的團隊同事 是比我更加投入 可能他們每晚做到通頂 不斷在那裏打平台 反而我都未必是最 即是最前的那個 那很多時候就是正正是這些 很需要大家有一團火去做這件事 而正正而新一代 我們發現他們有很大這方面的特質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只要是價值觀吻合 其實就一拍即合 所以應該這樣說 說回上一代聽 如果你覺得年輕人 可能不夠你勤力 不夠你肯拿苦 其實他們對於社會的共融 對於社會的責任 對於環境的保護 他們更加是有一份他們自己的使命感 所以就更加都自動播 全部 眾志成成 大家一起很投入地做這件事 那其實就真是 自己有得著 社會有得著 其實真是幾完美的結合 我都覺得 翻一份這樣的工作也挺開心 那說到新世代的一個合作 問一下Fiona 其實你就曾經在傳媒 亦都是政府機構 現在在商界裏面工作過 你覺得現在一個新的 我們所說的工作模式 或者是將來 即我們跟公司的關係 其實會不會跟以前都已經很不同 以前可能經常都說上而下 一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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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其實大家好像共同創造一件事 我想大家現在很著重的叫共創 所謂共創就是說 不只是上面給命令 而是大家很多東西一起會參與一起投入 而我們的特色 或者我們公司很多的特色 就跟管理層都一樣 即並不是說只是很分那個叫做很階級 即只是你是小的就只可以這樣 大的就才有發言權 絕對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都很著重一個下而上的文化 那是配對平台 大家構思了這個平台的概念之後 那怎樣做呢 其實是很多時候是由我們成班同事 不同的等級同事是一起去構思 一起去想究竟是找哪一類的NGO 我們要施意援走的是哪一類的物資多一些 其實他們很掌握到前線的物資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提出的構思 他們提出的意見 大家就眾志成成去做那件事出來 其實前線的同事也好 哪一個吸塵的同事也好 其實他們是跟社會的接觸面是有不同的點 他們看到的東西 或者他們想到的東西 其實是比你所見的東西 是會更加多更加廣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 好像一個叫做 一起這樣談的文化 一起就是那個 debate的文化 大家一起會辯論是怎樣是最好 然後就將最好的東西呈現出來 這個其實我覺得都算是 挺好的一個改變 過往的可能是一種的企業文化 就落定有一個指令 你就去執行得很好 就為之一個功效的一個指標 但現在其實不同了 你可以在固有的框框裏面 都可以繼續發揮 會不會新上來的崗位 也都會做得更加舒服和開心呢 以往大家都會覺得 去到某個管理層的階級 上有老闆下有一條 你就夾正在中間 要處理很多他們的一些鬥分 但其實如果在你們的文化當中 其實就未必會有這些 難搞的事情出現 我想不同的地方都總會有困難 但最重要就是 我想大家都要一個目標 大家目標都清楚 中間就算有多少困難 就算有沒有任何不同的看法都好 大家只要向著這個目標 很多東西都很容易去克服 所以其實這是大家朝著同一個目標 很清晰的目標為本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最第二件事就是大家要一起深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大家要用創意 即我們很鼓勵大家要很有創意思維 不是說你用什麼固有的形式 我們正正就是要打破固有的形式去做新的事 破舊立新就是我們很鼓勵的文化 好了 剛才說了很多在疫情之下 無論你的公司 由企業的文化 到你自己部門的工作 其實都是視細翼的 每一秒都有變化的 但其實真的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很難估計未來幾年會變成怎樣 因為在過去幾年實在太多變化了 好了 站在你現在的工作崗位 又或者站在現在你們公司的 一個很有創意的管治文化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有發言權 大家都可以共同有新的創意 不過我很想問 始終企業傳商部門 和很多年前其實工作的崗位 性質 甚至乎每天的工作都幾大變化 以前都是說第二天看報紙說些什麼 還要大把時間去研究 現在不是即秒可能已經是危機 已經要即時處理了 那你又會不會可以告訴我 譬如說我可能有些年輕一些的畢業同學 Fiona做這個工作崗位 甚至這間公司的企業 都幾值得我去加入 其實這個部門未來的工作 會不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你怎樣面貸他們 譬如說年輕的 我想做這個部門 即是企業傳訊 危機處理 要有什麼技巧和要具備什麼特質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就是你敢於開創 因為以前以為做企業傳訊 都是比較守舊的部門 我都只是發新聞稿 發一些所謂的回應等等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變了 即是你很需要用一個很有創意 或者開創性的頭腦 去觀察社會現在不同的脈搏的變化 這個很重要 現在很多時候說社交媒體 開始說Metaverse 元宇宙 其實很多事已經在網絡世界發生 或者Virtual reality發生 究竟這件事怎樣影響到未來的公關工作呢 其實很多事是需要一些很創真的年輕人的頭腦 去了解和回應 其實是需要看的就是未來幾年發生的事 所以正正是很適合年輕人去參與去嘗試 最重要是你一個肯學肯做 和肯開創的心 其實就已經絕對可以升任了 我想我是年輕人都很想做這個部門 甚至乎跟Fiona做她公司的這個部門 應該都很有得責 我覺得 其實剛才也說到 你們作為商界 都投入了很多去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 或者幫助很多受眾 這個真的由企業的角度出發 譬如有個人 我或者Dicky都很想參與 無論是透過你們的捐贈平台也好 或者平時可能你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個案 都覺得就算以個人層面來說 都會有事可以做 就不用客人說 真的要等商界去號召大家 平常的我們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 走多一步 對呀 呼籲一下 無論是通過你們平台也好 又或者就算是我們每一天在香港生活裏面 又怎樣可以更加關顧其他有需要的人呢 我想其實需要的機會是身邊周圍都有的 我想最重要就是要多些去留意 而且透過我們的平台是最好的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因為大家未必有這樣的時間 有這樣的心思 是真的去留意到身邊有什麼需要 但是你有好一個心去幫助 所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你可以捐錢 又或者可以捐物資 我們就可以去幫到有需要的人 可以幫到你去散播你想幫的人 同一時間就是 其實我們會慢慢就開創不同的形式 如果你有什麼創意思維 你覺得這樣也可以幫到人 都歡迎你們找我們 我們一起可以想到一些新的方法 去幫助更多人 即是可以主動提出 又是回到平台現時有的東西 你想到 覺得是可行的 或者是我想去這個方向 都可以跟Fiona一起去談談 還有再預祝你這個 就是抽出來的BB這個平台 是繼續取得成功 還有幫助到更加多香港有需要的人 第一次多謝Fiona 謝謝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Video 大家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